大陆籍配偶在台湾都会被歧视 陆配在台湾都是生活在最底层 陆配在台湾的生活是水深火热 阿旦最近接受了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采访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独家专访呢 我们就来聊一下 青天花又来拍我这个拜拜补镜头 专业的机器就是不一样 到我了 他们的工作也很不容易 机位架好了 现在就等这个车流过去之后 拍我进到庙里这样的一个镜头 今天就是来补我专访的后面的一些镜头 因为他们知道说我喜欢拜拜 所以今天就来这里拍 那我们也是征求了庙方的同意 所以才来拍的 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 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哦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超级超级热外面 我现在回到家里了 冷气吹就舒服多了 我给大家就是聊一下 刚才片头看到的这一 我拍的简短这样的几个 几个片段吧 小小的片段 是我今天呢 又去接受这个新加坡亚洲新闻电视台这样的一个采访 就是他们上次采访我之后 这次做了一个补拍动作 补拍了一些其他的画面 我为什么 我今天想聊一下说 我为什么会接受新加坡亚洲新闻电视台这样的一个采访呢 是这样的啊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个陆沛嫁来台湾 我能够用陆沛这样的身份接受电视台这样的采访 说实话我是非常荣幸的 我非常荣幸 因为他可以 因为这个是新加坡的电视台 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中立的一个电视台 他并不属于台湾 他也不属于中国大陆的这样的电视台 我相信他是一个没有 偏向于哪边政治色彩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台 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采访 那他包括他们对我的任何提问呢 包括对我的回答呀 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多的干涉 也不会引导我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说 怎么怎么样的完全都没有 所以说整个采访的这个下来的话 这个我的心情是愉悦的 很感谢他们的工作人员 像这个他们的主编啊 记者呀包括摄像啊 这样就是我接触到的这三位朋友 我很感谢他们 那我接受这个电视台主要采访的原因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心路历程 其实呢他就是先跟我私信来联络的 那我也有想说要接受采访吗 就是哎呀你说陆配里面做的好的 很多很多人做的很好 那我也把这个问题的话有问到记者 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想到来采访我呢 我说我在陆配族群里面的话 颜值不算高的 会讲吗我也不算是特别会讲的 那粉丝人数的我也不是最多的 就是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做这个 YouTube这样的一个陆配这样的一个人 我说那你怎么看得到我怎么发现我的 而且你想来采访我的 那记者的话其实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场面话 这就是他记者当时呢就是跟我讲说 他觉得我的三观是正的 然后呢他觉得我在影片里面的话呢 我都说的一些话是中肯的 我是这个中立的 他是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可能当时的话就是 哎呀当然也对我有一些赞美 这个我就不说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他当时就是我跟他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他们起因就是他看到了我的影片 然后呢他就是翻阅了一些我其他的影片 他发现是这样的感受之外 他想来对我进行一个采访 也刚好符合他们最近的要的一些主题 他也看了一些其他陆配的这样的影片 那也符合他们的一些主题 所以他决定来采访我这样 那我呢就是在接受他们之前的话 其实我有些顾虑 就像我说他们会不会引导我说什么 他们会不会也有政治色彩 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份在这里 说实话 我在台湾可以自由的发表我的意见 但是我的父母还在大陆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会说一些什么太露骨的话 像就算包括平常我 就是发表的一些影片的话 也有好心的网友朋友提醒我说的 哎阿丹你说这样的话 我都担心你以后回不去 或者是都担心这个 你的这个亲朋好友 在大陆会不会被怎么样这样 我也是属于大辣辣的个性 就是我也觉得说 哎我说的也没什么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 但是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我也认真地想了一下 因为他毕竟是作为一个主题 他们是做一个主题的一个节目 就是对我是一个独家的一个专访 算是这样 但是我就想说 那如果说上了电视的话 会不会言论的话 会不会他们有一些什么引导 通过跟他们第一次的见面沟通之外的话 哎我觉得说还不错 他们没有给我这样的印象 他们的感觉就是 他们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很中立 没有任何颜色的这个倾向 他们也不会引导我说一些 我并不是我真实想法的一些话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采访 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就跟我先生讨论之后的话 那我就欣然接受了 我也觉得很荣幸 能够被这个新加坡亚洲新闻台 能够采访到 那最初就是我 接受他们这个访问的话呢 就是他们是约我说 想到我家里来 其实现在刚好不巧 我家正在一个翻新 一个改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 看得到我们家人的互动 然后他就知道说 我最近的安排是有 我要去露营 他们就说可不可以来露营区拍我 我说可以啊 因为露营就是我本身的生活 我并不是说因为他们而去露营 是因为那个露营 就是我早定好的位置 就是那是我平常的生活 因为我家已经有六年的 这样的露营的这样的 这个时间了 所以说我觉得OK啊 因为这露营也是其中 我们家一部分的生活 那我也想说 他们来看的话 也可以体现出正常的 我们家生活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就接受了 第一次的采访 是在露营区 他们有拍我们什么 搭帐篷啊 这个什么 我们家做饭 那个烤肉啊 然后也对我进行了 一些访问 是这样 那我呢 上次也出了一个片子 大家也如果没看过的话呢 可以点去看一下 在那边的话 我简短的说 简短的说了一下 我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露营 是因为有人过来采访我这样 说实话 我能用露配这样的身份 来接受采访 我是非常非常荣幸的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一直以来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对 露配的这样的一些误解 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大陆的话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露配这个词就是一个歧视 然后呢 可能来了我们 我们来了这边之后的话呢 过着都是水深火热的生活 我们来了这边之后的话呢 都是生活在最底层 我们呢 什么 没有人权 我们呢 什么生活都非常不好 我们在这边都忍辱负重 这些词都是我在大陆 发影片的时候 一些影 就是评论区 我看到的 人家来这样 来形容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词 当然还有更露骨 更难听的 我就不说了 所以说 我想说 我接受这样的 这样访问的机会的话 可以把我们露配的生活 我这样展现出来 我觉得很好 那如果说你是真的愿意相信 肯去倾听外面声音的人 不是只凭你自己的想象 就是你可能不定从哪里 道听途说的一些消息 就开始 意测我们露配在台湾的生活 有多么多么的不好 那如果说你肯倾听 如果说你有看到了这样的途径 有人发表出来这样的事情的话 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 那我觉得说 我表达出来了 那我表达出来就是 我一个普通的大陆的 大陆级配 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这就是我全部生活的 这样一个展现了 像今天的话呢 我去拍是 因为他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知道我是一个 来了台湾之后的话 我的宗教信仰是佛道教 有的人可能觉得说 佛道教不可以一起说 但是我觉得 在我的心里面认可的话 就是因为佛教道教 我都会拜 所以我会直接这样讲 大家就不要介意 然后呢我有去这个拜拜 那我十年前 其实跟我婆婆 就是去这个台北 进行八观再戒的时候 其实我有这个叫什么 归一 我还有一个法号 那是叫法号吗 还有一个 是一张纸吗 还是一个小本本 就是一个证书这样 那在我婆婆家 说实话 我都忘了 我也不知道 我那法号叫什么 所以说我是有宗教信仰 像之前有人说什么 我拿神明朝做什么的 我也说 其实我以前在大陆 确实我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来了台湾之后的话 我是喜欢拜拜的 了解我的朋友的话 知道其实我是喜欢拜拜的 我对神明的话 也是尊敬的 新加坡这个亚洲新闻台 对我采访的时候说 那知道 他刚好了解到说 我喜欢拜拜 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帮我拍一些 我去拜拜的镜头 我说那也可以 他有问我说 我平常去哪边拜拜 今天所以说 我们就去了中立的一间大庙 我们去拜拜 那在拍摄之前的话 我们有向庙方去咨询 说我们可以这样拍摄 也是得到了庙方的允许 所以说这是今天拍摄的 这样的一个镜头 那就是整个的影片呈现的话 就对我一个专访的话 主要就是呈现了我们家的生活 就是在这个露营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我来到这边之后的话 我的一些改变 因为我有了宗教信仰 对不对 所以说就拍了我去拜拜 这样的一些镜头 我相信这个呈现出来的话 是可以体现出来 我一个普通大陆人 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生活 这就是我想呈现给大家的 所以我今天才 这么说这么热的天吧 我愿意出去去拍这些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愿意给大家看到的 我的真实的生活 因为所有所有的这样的拍摄 就这个这两次 我跟他见面 所有这样的拍摄过程 都是完完全全 是我家的真实生活 他是有可信度的 他并不是说什么 电视剧啊 小品什么这种 是演出来的 也不是 完完全全就是我家 这样的一个正常状态 所以说我愿意把它 呈现在荧幕前 呈现在电视里面 给更多的人去了解 陆沛在台湾 这样的一个真实生活 这也是我拍影片 最初想表现出来的东西 那所以说 很高兴吧 这次的合作的话 我们都很开心 就是新闻台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话 也非常的客气 每次都说 哎呀谢谢你啊 这个辛苦啦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 你看我说我去露营 他问我在露营在哪里 还好我露营是在这个新竹那一次 因为他们是在台北 所以他们就又租了车什么的 赶来台北对我进行拍摄 甚至于他们在新竹还住了一晚 然后呢 因为当天下雨 当天下雨 就是不好收音什么的 所以他们还住了一晚 第二天又来拍 然后呢 今天的话也是他们从台北 大热天呢 他们又赶到我们中立来 再来拍摄 说实话其实我也是感恩的 我也是感恩 我也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 像这个摄像师的话 也是会拿着很重的机器 然后在太阳下面 就瞧好那个机位 然后说 现在拍摄的画面 是我走进这个宫庙里的画面呢 它就晒在那里 我觉得说 也是很辛苦 所以说感谢这个 我跟我相遇 有这个缘分 遇到的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对我这样的访问 让我可以把我的真实生活 呈现在电视上 那就谢谢这样的缘分吧 也希望以后呢 有更多的机会 把我真实的生活呢 让更多的人看到 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这个大陆级配偶 这个族群 在台湾幸福的生活 好了 那我就聊到这儿了 如果有请给阿丹 评论呢 留言呢 我们就一起聊一聊 这件事情 好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